投资人心都中3A 看着台积电的股价一度冲上了826的历史新高 这个星期最后是站稳818 下个星期呢 随着扩厂消息不断 Arizona雄本到台中 特别今天好好讲台中 真是史无前例 台中市长卢秀燕坚持 你先得又给我水电无余的保证 再来设厂 中央真给出了保证供电的公文 从来没有发生过 设厂效应之下 台积电下个星期继续高歌猛进吗 没错 事实上今天台积电在盘中 一路创下了826块的新高价 那因为尾盘 因为今天是礼拜五 那中盘是收到818块 那大家都说 难道台积电就这样结束了吗 事实上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事实上目前为止 外资都把台积电的目标价往上提升 像现在的花旗 已经把它调到950块 摩根大通等等都调 甚至还有破迁乐观的情境之下 下个礼拜来说的话 礼拜四台积电要发说 如果他讲得非常好的时候 我觉得或许有没有机会 再往上冲 好那当然对台积电来讲的话 最近是好消息蛮多的 像最近他们决定 把这个庄子兽 要派到美国去 我们庄子兽这一次 他不是跟了这个 张淑芬女士呢 他们去花脸看了 就是这一位副总 好那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亚利桑那州的这个进度 原本说是落后 现在好像又提前 因为四月底就要提前 市产这个4奈米的这个制程 然后派他去的话 准备呢 把这个二厂的这个进度 或是现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个进度 把它盯得紧紧的 这个熊本场有好消息 因为供应链目前为止也过去了 包括像加登 加登机密 事实上是做他的这个光照合的公司 他的这个秋名前就说 我们要在九流米这个地方 大约有没有距离熊本一个小时 要投资设厂 那于是呢 这个魏泽家就说 我们在正确的时间 来了日本那盖了第一座厂 好那为什么说是正确的时间 我们必须说啦 其实日本人 他们企业里面来说 我们现在台积电在负责 所谓的COAS的这个技术 那COAS是一种封装技术 其实它比较需要是一些所谓材料 那日本人因为他们刚好 在3D封装里面有非常多材料 包括薄膜啦 这个基板等等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技术 他们主要是什么 山井化学啦 未知素啦 然后还有很多公司都是日本的公司 特别是未知素 Ajinomoto这家公司嘛 我们到目前为止 不是有一个叫ABF载版 ABF载版的A 就是Ajinomoto的意思 所以那事实上 他们的伯母是 全世界几乎是垄断 所以你 如果你要拼COAS 一定要去跟日本合作 所以等于是说 他这个时候 过去设厂的时候 跟日本牵起 那个未来在技术合作的手 好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COAS这个技术来说 到底从何而来 事实上那主要原因是 在2011年的时候 张东莫董事长 当时他有说过 摩尔定律会走到这个极限 摩尔定律走到极限 现在变成什么 黄仁勋定律嘛 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运算能力会 会扩充好几倍 现在是变成黄氏定律 好那于是呢 他就说 我在2011年宣布要 进军封装领域 可是我跟他讲 事实上他不是在2011年 进军封装领域的 他在什么时候 进军封装领域 在2009年的时候 他重新回国担任董事长的时候 他当时跟蒋上一说 我们来从开始发展 这个先进制程 他当时就把一批人 拨给了这个 这个蒋上一去领导 那蒋上一把他拨给了谁 于振华 那于振华就是 封装出的这个处长 那于振华就说 我一开始在这个地方 烧冷牙门了 根本没有人要做 结果3D 这个COAS的技术 做出来之后 他在20 原谋在2011年左右 研发出 2013年的时候 研发出这个COAS的技术 结果研发出来之后 他说他这几年的时候 把很多经元都烧坏了 他一直在烧坏了 结果一想做不出来 后来做出来之后 好不容易 原本要给这个苹果使用 但苹果说 不好意思 你这太贵了 我要求你价格降到五分之一 他说没办法用 这个才刚刚出局 对那没办法 好那怎么办呢 他就说 那我就把它技术简化简化 所以就推出了一个 Info的这个封装 Info封装就是我们知道 后来台积电 在Airphone 7的这个订单里面说 A9晶片 它不是比较没有热吗 是 打败了这个三星 主观就在这个地方 那除了这个CoAX的技术 目前为止 全世界都要之外了 因为台积电 目前为止在全台湾 拼命的扩厂 那特别是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在台中的这个部分 因为听说台中的 未来这个部分 可能是14哀米 就是1.4奈米 有可能会落脚在台中 那落脚在台中的时候 那我当然台积电 都已经做好了 相关的预定地的规划 但是呢 他就说 台中市政府 没有给我这个可可 因为目前为止 台中有一些所谓 包括说 可能一些环境的问题 包括水电 你要给我保证嘛 但是水电保证这个问题 不是台中市政府说了算 是中央说了算 所以最近呢 这个盧秀恩在接受 这个议员的咨询的时候 就说 好啦OK了 台中已经没有问题了 因为中央呢 已经来正式发文 就说我们保证 中央保证台积电的中科 供电无语啊 那既然供电无语的话 那我们就放行吧 也同意 所以接下来的话 这个中科的台积电 这个部分呢 可能就会开始 如果开始加快速度 另外一个是在中科 在竹科本身 在竹科目前为止 它在宝山 有一个研发中心 然后它还有一个 2奈米的这个基地 但是土地不够用啊 所以最近你知道 前一阵子刚好有一个 叫利森诺科的这个公司呢 它在竹科里面有土地 然后结果它呢 就因为营运不散 它要把这个土地卖出去 那这土地大概有 6500平左右的这个厂区 那目前为止台积电 好 有多少土地我都收了 所以传言说 他可能会买一下 这块土地 在竹科继续扩产 好所以我们看啊 在高雄的 然后在竹科的 然后在台中的 那甚至于未来 还可能到嘉义去 然后在台南 一大堆 哇 所以台积电 拼命的扩产之下呢 事实上建商就说了 他说说 台积电的设厂效应 房市从北到南 真的会好的不得了 黄金价格的天花板 一破再破 特别是今天 星期五的这一天 单日的涨势 创下了近来 最凶猛的一天 而金价狂飙的背后 居然诱发了 全球黄金窃案连发 跟发炉一样 你看日本一场黄金展 金船市值超过 200万的纯金茶碗 一个碗 在那里展出 居然被开箱 被摸走了 没有最夸张 只有更夸张 在英国西斯洛机场的金库 居然也被人摸进去 截走了 6800块的金条 落网的匪徒 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到死了 都没有交代金条的下落 这次日本的大黄金展 它其实每年 都会按照他们的 这样一个文化 在各百货公司去展览 但是现在金价破新高 这次的展览 在日本东京都的日本桥 高岛五百货 可是我知道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 一定觉得不妙了 因为现场好像 感觉有刑案调查的感觉 对不对 没错 因为这个大黄金展 4月10号才展而已 但是11号也不过就 我现在讲话的几天前 中午 员工呢 灰头土脸的跑去跟日本的警示厅报案 说我们有一个大黄金展里面的黄金碗 被偷了 你知道警方当时听了 下巴都差点掉下来 为什么 这个展览在日本办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被偷过 所以警察就觉得这很丢脸 就问他 那一定这个歹徒神东广大了 就不是 这歹徒监视机画面一掉出来 就背一个灰色的帆布包 走进去 然后众目睽睽之下 就把那个压克力柜打开 怎么开 神匠吗 很会开锁 没有 因为没锁 所以直接打开来 黄金碗 那就这样 打开来 拿起来 放进帆布包 然后走出去之后 警报也没响 没人发现 没有锁 还半小时之后他才说 大家才说 碗呢 另外在英国的博物馆 只是有一枚金币被偷 大家就会问 金币 金币市值有说 金币怎么了吗 对啊 不 这枚金币 100公斤 金币100公斤是能多大呀 我跟各位讲 100公斤的金币 通常要先讲它的面额 它面额其实不多 3000万 但是大家看 我先讲 你不要以为这枚金币很小 因为旁边没有比例池 这枚金币 它是100公斤 是由当时加拿大的铸造厂 去打造以英国前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 去打造出来的 因为你知道加拿大澳洲 他们的君主都是 大英国鞋 对 好 那100公斤 然后结果呢 当时的面额3000万 但你要以现在的黄金价格 现在你走去银楼 一千 你9千多啦 我算了一下 1.2亿 吓死人了 可是呢 我觉得被偷的过程 真让这家德国的柏林的博物馆 灰头土脸 这歹徒怎么偷 就利用那博物馆后方 不是有那个铁轨吗 火车会经过 但火车半夜不开 所以呢 他就去架了一个梯子 这梯子大概长4公尺 就从铁轨跨界到博物馆 窗户打开 走进去 堂而皇之就把这金币偷走了 博物馆的保安人员 怎么都没发现 警报怎么都没想 有没有内鬼 好 所以这个很多的黄金窃案 有时候是让人瞠目结舌 是在于那个偷的过程 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100公斤的金币 刚刚看来真的是 够大了吧 非常的巨大 是 那有没有想要知道 全世界最大的金币 在哪 还比它大 又有多大呢 是 我告诉你 在澳洲 这个澳洲由博斯铸币厂所 打造的这枚金币 光是它的这个 我们说的重量 一公顿 这一公顿的大金币呢 当时金币一样 有分面额跟实际价格 面额 100万澳币 1比21的话 这样大概2100万台币 好像听起来还好吧 不然你要把它的重量算一算 以现在的黄金价格的话 它已经高达了16亿了 而且你去这个澳洲博斯铸币厂 寻宝的话 你还会发现 不只有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金币 还有一个很大的黄金矿石的矿标 好 所以中博现在讲到了金价 今天已经标到了一个天花板 一破再破 像不像发卢一样 各地都有黄金相关的切案 我们来告诉大家 旗中旗 旗中旗 是这一起啊 到现在 搬走了多少 人不见了 张物不知道下落 这个事件已经出现在 我跑新闻的时候了 1999年 也是民国88年的元旦 当时大家都正在 享受假期 没想到呢 在星光保全科技总部的金库 却发生了一起 至今都让人摇头摸不着头绪的 史上台湾黄金最大切案 它的来龙去脉就是 那时候星光保全的科技总部金库 副主任叫做熊耀国 这熊耀国 他在元旦的期间 人突然他就不见了 但不是只有这个人不见 金库里头 有223.5公斤的黄金 加现金 以民国88年的市值 现金加黄金加起来是3亿 但我刚刚偷偷算了一下 这223.5公斤的黄金 我现金不要算了 我只算黄金 现在的市值是5.5亿啊 以台湾的办案能力 我相信熊耀国 现在应该还在牢里蹲了啦 应该啦 差次都难怪了一路 黄金应该也追回来不少了 错 我现在讲话的同时 熊耀国还不晓得在这地球的哪个角落呢 5亿现值的黄金怎么就这样不见 人也不见了 更夸张的是这个地方 英国伦敦希斯洛机场 有一座极机密固若金汤的金库 6800条的金块 怎么被搬走的 刚刚我说的是台湾史上最悬疑的黄金截案 但要说到世纪黄金大截案 莫非BBC巨物片当中的这个英国世纪大截案了 这个截案一共有5名的歹徒 首领叫做Brian 也就是我画面当中这个第4个照片 这位老兄 他是因为有内印 这个内印在伦敦的希斯洛机场 是他的姐夫 告诉他 Brian啊 我们这个机场的金库 他的首位 有一点点的漏洞 你可以趁警卫交接班的时候 来金库投钱 我们动不动里头都会放个几百万英镑 那Brian一听到时候 立刻号召了他的这个四个这个手下呢 就在1983年的某天去了机场 果然如他姐夫所说 警卫交接班 首位很薄弱 所以他就要去摸 偷那个 当时的金库里面的英镑 300万 Brian呢还是遇到了瓶颈 只要首位不讲密码 你也不动用武力 你就是进不去啊 果然那个首位死死不讲密码 所以Brian就在那边 跟他僵持 坦白讲也不能开枪 机场一开枪 轰天动地的 但是这个时候Brian就突然发现 在金库的旁边有个木柜 简陋喔 一个木柜很简陋喔 透露出微微的金光 他就觉得这个这个柜子感觉怪怪的 没想到把这个柜子 一打开 6800块金条 感觉有点像是 主示者在放这金条 认为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就故意这样放 没想到 就这样子 歪打正常被Brian发现了 600块金条 好 300万英镑没密码 投不到 没关系 搬 兄弟们 搬 就把这6800块金条 一条一条当着所谓的面前 搬上他们的车子上 是有这么容易吗 数量之多 重量这么沉 你能搬多远 你能藏到什么地方去 各位 你知道这6800块金条 以当时的市值 是1亿英镑 但是呢 这1亿英镑算一算 整个台币是40亿啊 如果再以现在的黄金金价 那恐怕已是天价 没关系 英国的警察 一定有办法将这5个人给抓到 的确都抓到了 但抓到的时候 到了Brian他家要去搜账物 发现Brian那时候 正打算要把金条 融成其他跟金属混合 赶快啊 赶快偷渡 所以警察立刻 人赃俱获 查扣了他的金条 查扣几条呢 因为该说偷了6800条 查扣到一条 警察就问他Brian 只剩这条其他的呢 剩下6799条呢 Brian 打死不讲 那个嘴巴仿佛装上拉链一样 打死不讲能怎么办 言行逼够吗 还是怎么样 最后呢 这5名歹徒 通通都被抓去关 那个Brian 祖贤啊 他被关到老 出狱之后呢 还去安养院 度过他的老年余生 但是英国至今 都还不晓得那6799条 金块的下落 难道 现在可能还流传在 某个地下黄金黑市交易的某处吗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